日報 當天要動工的時候 把矣缺大拉攪和怪手擺在人家家的門口 跟你說要不要簽 不簽就拆 簽就給你還 蔡英文總統 你在講大普重建 是土地爭議的開始 那我們其他的土地爭議在哪裡 民主進步搞破錢 民主進步搞破錢 強兵平民未開發 強兵平民未開發 民主進步搞破錢 民主進步搞破錢 強兵平民未開發 強兵平民未開發 民主進步搞破錢 民主進步搞破錢 強兵平民未開發 強兵平民未開發 今天我們來這邊 就是因為 在前幾天 屏東鐵路高架化公永路 遭受到強拆 分架 前半一層 靠軍鄉 開發 進步搞破賦 今極狼 ess來騎著 開發 氣氨 雖獨 十四 開發 there 最昇zt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要向头上的民进党已经在一个总统告诉你们说 人民的居住权我们不希望再有下一个大府发生 但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在重建大府这个时间左右 屏東就遭受到强拆 他们今天用开拓马路的名义要来征收老百姓的房子 但是事实上旁边就有一条政府自己的道路 然后他们要把那个道路合并旁边的土地 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潘梦安自己讲的 潘梦安去年的时候在他自己的新闻稿 他说他要把现在居民 他们要被强迫拆建的房子对面那一块公有地包含里面的道路用地 全部一并做招商商业开发 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非常清楚 这个土地征收是完完全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旁边就有公有地有马路 所以不需要去征收他们的房子去拓宽马路 五点不断电 他说得很好听 说是要贴三间而已 为什么五点贴到四间 贴三间就贴旅 这个案子非常清楚就是一个扶乱征收 然后他们在都市计划的过程里面 完完全全没有被通知 收到征收的工厅会的通知才知道 至于潘梦安前几天他讲说 啊这些房子我已经很久放在那边容忍他们很久了 本来99年有计划了就应该要拆掉 要拆我早就拆了 新闇事业在99年通过没有错 但是新闇事业也是老百姓没有拆的 好新闇事业通过之后还有都市计划 都市计划是在去年通过的老百姓不知道 然后要强拆房子必须要等到征收程序了之后才能进行强拆 征收程序是在今年的4月的时候才通过的 我近过5点我的份只有5点25时 我听到我还是占 moo铁回了 我早 credibility 本来要做超急准dock 他要跟我說什麼,前置作業之後,因為我有質疑,所以他要一等一等,等到八點多,差一等同一副。 同意府,要叫同意府的事,我來這裡接吊,我沒有主角像我管外,他今天人都叫出來,上售車,外車,辦應工,警察,衛生局的,救護車,整個都叫出來,他說他今天沒有完成,叫沒有,他不要收工了, 我要講業會議員,他問說,你今天是要聽什麼,你今天這條路,這條路的房子,很明白,我今天這條路的房子都在聽,沒有聽完,我沒有收工。 總統這樣說,我沒有收工的房子,有人說,看你是要簽同意嗎,你要簽同意,我三天給你打包,如果你不同意,我馬上給你拆。 我告訴你,我告訴你,我三天給你打包,我告訴你,我家中的電話,我告訴你,人家說什麼,像洋宗園沒有要簽而已,在前的準備,上售車,準備,我告訴你,要處理下去。 因為洋宗園的民宿,是我們無同意的中,那個管戶的必須,也意思是說,處理下去是要切割,我們那次整個無同意,要切割什麼啦,他要切割的意思是說,我們幾次都要我們騎,對啦。 我說,不過,說我們什麼錢,我們太多死了,我們很會老百的,我們還要自己扔,我們沒有被騎,我們真的,那時候,在這裏問我,我只知道,沒有來,沒有來,我女父叫,我女父在這裡出現,叫,要老大奇。 所以我們正來要計程 計程,我看他就說 我們都要簽嗎? 為什麼要做獎頁會 做獎頁會說他三位放三個月沒有的 我沒辦法這樣才對 獎頁會他今天會出來 要讓他做事 是為了我們的局勢 我們議員 理會議員 三位都沒有人聽說 如果想要會 他不知道要怎麼聽我 他為了要聽我 我還要做 他們的意思是說要做 他這個房子也不可以算 我說這樣不對 真的不對 看孟安的回答 是說 因為 鐵路局 兩個公有地的所有權人 他說鐵路局 不願意 把那個道路釋放出來當做道路 這是一個多麼荒謬的事情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 同一個政府 是一個行政一體的 現在政府怎麼可以說 鐵路局不願意 把現在的道路釋放出來 繼續當道路使用 因為鐵路局要把那個道路 合併去做 商商商商業開發 在那個緊急廳子 執行的訴訟裡面 法院的判決 非常的荒謬 他說 說 因為政府如果把你的房子 增收了之後 並不是不能挽回 因為 他政府可以給老百姓錢 所以呢 並非不可回復之傷害 所以法院判決老百姓書 說 不能緊急停止執行 但是 如果這個道理是對的 那麼試問各位 大譜為什麼要重建 我懇求你們 讓我們有一個生存的空間 為什麼 我們要從南部 跑到上面來訴求呢 因為我們高雄都沒有一個 可以申訴的管道 媒體都被蓋住了 然後 高雄市政府 說拆我們的房子 本來什麼資料我們都沒有 後來我們去查查查 從內政部開始 內政部說 高雄市政府 因為這個涉及 大面積的土地開發 一定要取得 土地所有權人的同意 但是高雄市政府 不這麼做 進行辦理 西部 西部計劃的設計 然後裡面 設計計劃 西部計劃做完了 高雄市政府核准了 然後再辦理 那個 土地重劃的手續 但是查起來 內政部給的主計劃 跟高雄市政府的西部計劃 鬥不起來 然後高雄市政府的 土地重劃 又跟西部計劃鬥不起來 十三個全部都鬥不起來 然後說搶拆我們的住宅 讓我們這些百姓 財產 生命都快沒有了 我們高雄又沒有辦法發生 所以到這邊來 請求各位媒體大哥 給我們一個機會 對 他這個鳳山計劃呢 車站最後去計劃 他應該是在93年 6月30號 就已經 通過 實施 然後他有一個附帶條件 就是必須在五年內 要搬 三個西部計劃 可是高雄市政府 卻延長到 101年才做 所以基本上 這個已經 旅月時效的計劃 應該是失效的 可是高雄市政府 跟內政部 竟然蒙著眼間 繼續做 而且我們家旁邊 車端裡面的土地上 就已經有 15米以上的道路 可是他們卻要說 我們家一處道路的開替 所以又要強拆我們的家 在這種種種 不合理的情況下 你內政部 這個計劃 就已經 失效的情況下 你們為什麼還要繼續做 強拆民房 是對的嗎 蔡英文總統 你在講大普重建 是土地爭議的開始 那我們其他的土地爭議在哪裡